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大家好 最近我有个朋友 有被这个问题困扰到他 我都替他辛苦了 那就是痛风 在过往我们圆网台上 袁医生也试过很多一次 或者是不经常性 都会和我们提及痛风这个问题 因为时不时我们也有收到一些听众 一些查询 都想问痛风这个情况 很多时候痛起上来的时候 他们都第一时间 立刻去找一些西医 按住他 但是长此以往 都不是很有效的处理到问题 袁医生不如可不可以今天又再和我们听众解释一下 究竟痛风那个形成 以及你在临床上 如何可以帮到我们的病人方面 是的 大家在我们的听众 都有机会 过去我都提及一下 在自然医疗方面 或者在同样的疗法 有什么工具 有什么疗剂可以处理到的 那我们今天是和大家再重谈这个话题 当然了 我们也随便介绍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最近几年 大概两三年前 在无疑之中在中国 在参加一个治疗法医学会 发现到这个工具 我自己发现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很简单的工具 但是效果是很惊人的 首先再和大家温一温一下 什么叫痛风 大家都知道通常是我们的关节发炎 我们不同的关节发炎 因为是我们的尿酸 尿酸的结晶体 所以沉添在我们的关节 刺激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 导致它又红又盛 通常是很痛的 当然了 最受影响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大子宫 大子宫的尾部 通常是最容易受害的 一般人 我相信 一遇到这个地方又红又肿痛 多数都是直男士 就立即会想到这是痛风 当然了 痛风就不一定是大子宫 它也可能会影响手肘 膝头 手 脚 足够 关节 都有 因为我们过去也遇到有些 痛风了很多很多年 关节已经变了 手变了型 你看到很多的结晶体走出来 痛得来 已经变了型 可以说是双残了 是很肉酸的 那种关节变型 所以呢 这个也挺常见的问题 但是呢 很幸好 女士来说 就比较少 男士对女士 差不多 男士是20倍女士发生的 好了 有些人问 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病因呢 当然了 主要是我们的血里面 尿酸是过高 可能因为某种因素 尿酸是增加了 因为肝方面增加了 而且尿酸的排解 就是腎的排解 就是减弱了 肝是什么原因 增加了很多尿酸 但我们腎排解尿酸的能力又减弱了 这个导致血的尿酸就增加了 也有些人常说 这些是肤龟病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通常那些人吃得好 酒、肉、海鲜、内藏 通常吃肉多的人 吃内藏多的人 就是以前肤龟病 但现在知道 今时今日 这些食物大部分人都吃得起了 所以很明显 这个不是只是皇帝的病 不是肤龟病 一般老百姓都会有的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和饮食有关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家族遗传 就是发现有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西药的副作用 哪种西药呢 就是去水丸 去水丸 这些就是很常用的去水丸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现在呢 在我们的食物的治疗里面很多 所以很多动物的肉里面 器官内藏呢 都有很多抗生素残余的物资 是 没错 比较年纪大一点 60岁以上 这样的 好了 那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我们的身体 产生了太多尿酸 或者我们身体 腎排解不到 这样 导致这些尿酸的结晶体 就是积聚在我们的那些 关节的软组织 比较动的多个地方 那就导致是严重的 很痛很痛的 那种痛得真的很厉害的 通常这些人呢 就是 在床上不能移动的 这些脚趾是 要走到要移动的 一定移动的 接触到 那你想一下 基本上你不用走的了 你一踩下去 痛得很厉害 有红有痛的 那么 那个关节的皮上 就是红红光光亮亮的 有时候还会发烧的 OK 那好了 那当然了 一般人呢 就是在医学上 就是有几种的 那个 处理痛风的药 但是 那种药呢 其实呢 就有很多禁忌 就是不是人都可以用的 包括譬如有些敏感的 那如果你是怀孕的 就是女性 就是女性 就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对那些 那个药物的食物 某些敏感 或者你有肝腎的问题 或者心脏的问题 或者骨髓的问题 或者高血压 之类之类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是一个禁忌的 都要考虑的 那好了 那还有的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的 这个的 叫做 Alopurinol 叫做 Bepulcin Alopurinol Bepulcin 差不多是主要的 就是医学上呢 是主要用到的西藥 那好了 那 除了这些禁忌之外呢 原来呢 这个Bepulcin Alopurinol 都有很多的 所谓的副作用 那 那 譬如 有些比较 常见的副作用呢 通常呢 就好像 那个 土舍 作呕作门 那样的 但是呢 这个比较常见 但是不是最严重的 但是严重的 那些副作用呢 是包括呢 那个 敏感反应 那个 那个 出疹 痕 呼吸困难 那个 那个 胸口紧闷 口 口腔 面 唇 那个 那些 那些很明显的 典型的 就是那个 那个敏感的反应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 血料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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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尖寒 喉咙 喉咙痛 那些眼睛 也有 就是有发炎 当然 关节痛 没有胃口 啊 关节 红了 还有呢 严重的那些呢 甚至皮肤呢 是剝落的 嗯 就是出脏啊 红啊 接着出水泡啊 接着呢 就是全程剝落的 那当然了 胃痛啊 那样导致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是消瘦都很厉害的 那么 也都看到呢 就是那个身体呢 周身好像冤雨了那样 那样了 雨痛啊 还有出血啊 还有呢 不尋常的肌肉痛 还有肌肉无力的 那么 那个面黄啊 眼黄啊 那些都是一些 就是 可以出现的 严重的那种 那种肌肉的副作用 那么我自己都过去呢 就是 都几年前了 都遇过一个病人的 一个男士 那样 那么他来看的时候呢 都是因为痛风的 但是他当时那些痛风的症状呢 就是 不是我刚才 就是不是一般我们常见的 就是以我刚才所读的那些症状的 那么我说 为什么会痛到 那些人皮包骨 就周身痛 没有力了 那么其实很明显呢 他是因为痛风 吃了这些这样的西药呢 西药的副作用呢 认得他搞成这样的 那么 当时呢 我也是用我的 同学疗法工具 来帮助他 那么最后呢 他又用了一些中药 那么你会看到呢 就是原来 那个可以痛风呢 那些 那个 西药的副作用 是那么可怕的 嗯 那么我今天 和他跟大家 想介绍呢 就是说呢 痛风终于有个天敌 是 是 专门对付他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在几年前 我在中国呢 就在 参加那些 遇到一间公司,这间公司出产了一个很特别的专门对付痛风的工具 是一种食物,它叫做抗风玩,原来背后很有趣 这间公司的老板的父亲也是一个宗医 但是这个老板本身是一个军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军人 我跟他聊到,跟他几天相处了 原来有他自己很严重的痛风 当然他在中国,宋医、西医,什么都用过了 可能效果还未够 结果公司不知怎样,竟然研发了这个工具出来 这个工具从哪里来的呢,是一种痴性的红萝卜 这种痴性红萝卜,其实香港偶尔有时都买得到 红萝卜你也看得到 但是是不是痴性红萝卜,我们很难都知道 我处理了有些病人之后,我也介绍他 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些痴性红萝卜 我相信可能会买到红萝卜 接着这间公司研发了这个工具,发现效果是惊人的 我看他很多案例,包括有些已经是很多年来的 不断发作,不断医,坦了变了,痛苦到要自杀几次 其实这些情况,其实在我临床上,我们的症所都遇过 他见到那时已经变了形了,手都变了 可能走路也有些问题严重,可能要坐轮椅了 很明显,就算现在的所谓有些西弱去医 其实很多时候,连症状都禁不住 就算你禁止了痛症,禁止了完症 但是背后的关节破坏是在继续的 到后来,就看到很肉酸的手和关节 这间公司就研发了之后,在临床上做了很多实例的证实 发现这个是非常之好的 最后,他就由三位中国的国医大师中医师 通常是南京中医学院的教授级 有三位中医师就写了一本书 就叫《痛风中医特色疗法》 我看回他这个资料 很可能这个痴性红萝卜 在古代医学的记载方面,可能都不是很多 中国也很强调那个食疗,医食同源 但是,是不是有什么古典书呢? 有提及这个呢? 我自己就不太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在他们那本书里,他就出现了 研发了,他那本书里说 痴性红萝卜具有超强的促重干腎代謝功能 记住啊,不是只是干腎都帮助 他能够快速协调五臟平衡 在泰核酸的作用之下 将长期沉积在体内各部分的痛风结石 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可溶性的纳盐 长期食用的痴性红萝卜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在现在新冠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是用吃了这种东西 都是有帮助,提高免疫力 那就是补充肝脏内的转移酵 酵素有效呢? 是纽痴飘零代謝疗乱 调节疗酸,平衡血疗酸的浓度 舒缓并消除痛风发作处的炎症 阻止再次形成结石 从而达到治疗痛风的目的 所以这个痴性红萝卜 它本身含有丰富的维他命素K 那这种维他命素呢 是能够抗尿酸的炎的结晶的 溶解痛风石有效 是防止骨头粗大的 那好了,原来这个痴性红萝卜 是对腎结石,记住啊 腎石,很多我们的病人 通常都是有一些血疗的 尤其是男性呢 通常我遇到这些情况呢 是长期都有这些血疗 通常都是有神石的 有那个胃酸,胃脏,治疗 治疗都是反映肝的问题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性功能下降,癌症等慢性病 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所以呢,这个工具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所以大家呢 就是和今次呢 大家像正地和提点 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的产品 有一个叫抗风云 那当然啦 讲到你平时呢 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平时的生活习惯方面呢 都会有些人都会在这个界下饮食 但是很多情况之后呢 有时候呢 就是种蓄了都没够 有时候呢 所以呢,不妨呢 去考虑一下呢 用这个工具 就是这个是近年才有的 不是出现了很久的了 那这家公司呢 都是2017年呢 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呢 是专门呢 是推广呢 这个食疗的工具的 嗯 那刚才阿姨姨介绍了 那个产品呢 抗风云呢 那就其实在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呢 是有售的 那也都提过呢 那个解释上面呢 根本他除了是对那个 痛风呢 干肾的平衡之后呢 其实他都提升我们自己的 自身免疫能力 那样的 那作为呢 都可以是一个 就是 保健的食品呢 都可以 可以用来做 那个参考之列的 那当然如果是 真是遇到有那个 痛风的问题呢 那这个就真是 他的天敌了 可以很直接这样 是处理了 那个的严重性的问题 是的 袁先生 之前我们 你也有一位 就是好朋友 就是 又是 吃得好东西多了 那就出现了 这个痛风问题 那就好像是 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了 是的 一介绍了 一介绍了 他用了这个 他真的说 第二天呢 就立刻呢 那只脚那个 正如你刚才说 就是 吃了好东西 那只脚呢 就痛到 就下不了床 下不了地了 那吃了之后 一天呢 就可以呢 是可以下到床 是行到 那再过了 其实基本上 都前后不过一个星期 已经差不多 开始说了 完全好 他一天的 他一天的 立刻下床 所以这个工具呢 我自己都觉得是非常之好 就是终于有一个痛风 终于出现了一个天敌 对付他 是的 是 虽然呢 希望今次这个 这个节目 出了街之后呢 大家听众 可以看到 如果身边的 有些家人 有些朋友呢 都是在这儿呢 长期或者是呢 饱受这个痛风 这个 这个严重问题的时候呢 自己呢 暂时在用西药 那个的 益压 但是 刚才也提过 那个药物里面呢 是很强 很差 那个的 副作用呢 是在残害身体的时候呢 那不妨呢 可以呢 就是考虑一下 转用这个的 产品 去可以帮到 来到 可以做到一个 及早的医治的 的情况 不用去到 真是将来 没得玩 那时候就有 要割 那时候才再 再想其他这样的 那个情形 好 那就是 今天我们 袁医生和我们 分享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各位 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产品 可以打去 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n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困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